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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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个月我们就是活出美好的系列 大家记得吗 上个月我们是什么家 什么月 家庭月 那我们知道上帝非常在意我们的家 因为家是我们一切的核心 所以我们教会在这边 一定要建立我们的教会 一定要建立我们的家 接着下来 就是我们活出美好 生活美好的系列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整个四铃铃铛堂里面 我们整个的服饰 我们整个的重点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家庭幸福 当然是我们最大的根基 就是我们的生命丰盛 我们的丰盛基因 我们所有的课程 我们所有的教导 第一个就要建造我们的生命的丰盛 然后引出带来我们的家庭的幸福 当然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的工作 我们每一天都在上班 我们盼望 我们在每一个 在我们的职场上是卓越 所以你一定会看到 每一年我们教会 都会在这三个的主题 五月是家庭 我们六月是活出美好 我们九月会是我们的职场月 那其他的约本里面 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生命 所有一切 最后我们盼望带来什么 万人得救 万人得救 透过这些 我们要把上帝天国 能够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场的系列 我们就是要讲 你这么做可以找回尊贵的你自己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透过一个人 他来告诉我们 他怎么找回尊贵的自己 他怎么改变过去 有一个全新的未来 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 非常熟悉的经文 我们大声的来读 来 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 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 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 圣愿你赐福于我 扩张我的境界 常与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当然如果你熟悉圣经就知道 历代至上第四章是整一圈 都是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 接着一个名字 当一个名字一个名字走下去的时候 突然到了雅比斯 突然之间有一个暂停 到了雅比斯突然在后面 突然有了一个附注 其实他的名字一个名字过去 一个名字谁生谁谁 升到到雅比斯突然有一个暂停 有一个附注说 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 弟兄姊妹 让神的名字停留在你身上 让上帝的眼目停留在你的名字上面 当很多人在那边的时候 一个一个名字过去 但是有一些人 上帝的眼目会停在他的名字身上 盼望今天我们来学习 为什么这么多人的名字一个一个过去 而这一个人却在神的眼中 特别有一个附注 特别有一个标注 叫做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 盼望我们夏凯纳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你的名字都在上帝的眼中 在上帝的眼中 都有一个附注在你的身上 那么雅比斯在这里 向我们传讲了一个信息 也做了一个见证 就是不管你有怎么样的过去 你有怎么样的背景 你可以有一个全新的未来 找回你尊贵的自己 因为在这里 你的生命有无限的可能 那我们下面来看 雅比斯教导我们的第一件事 就是尊贵的新画像 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 这就是他的新画像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形象 那么王永静先生 我们很容易 我们很开始说他叫金银之神 那么巴菲特 我们说他是古神 是不是 那么Teresa修女 她是贫穷人的朋友 刘群茂 林良堂的牧师 我很珍惜这个形象 无论在教会牧师 连我去看牙齿 他都是叫我刘牧师 啊 感谢主 我的身份 我的形象 就是一个牧师 那雅比斯 他的形象就是更尊贵 那你呢 弟兄姊妹你呢 你的形象是什么 有了耶稣以后 你有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吗 别人怎么看你 圣经说雅比斯 比他众弟兄更尊贵 但是他本来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故事 会在我们的教会一提再提 一提再提 因为 雅比斯的故事 就是整本圣经的故事 就是一个救赎的故事 你知道吗 雅比斯本来不是 如果他本来就是王公王子公主 那他没有什么好讲的 凯特王妃哇实在是很有气质是不是 对不对 我们觉得那个 那个查尔斯的整个典礼 我都没有在看查尔斯 我都在看 没有了 没有了 对 事实上他就是这么的尊贵 因为他就是威廉王子 出身就是这样 他有什么故事好讲呢 我们当然羡慕他 但是他是他 只有他 但是雅比斯不是 雅比斯是每一个人的故事 每一个救赎的故事 是整个圣经救赎的故事 一个出生在痛苦贫穷 一个在绝望中的人 因为有了上帝 他的生命有了翻转 有了不一样的人生 雅比斯出生 他的母亲就给他起名叫做雅比斯 你说雅比斯很好听 那是因为我们翻译成很好听 他的名字叫做痛苦 这个妈妈怀孕的生产的过程 可能身体上的苦 可能是心灵上的苦 可能是生活贫穷极其艰难 所以苦到一个地步 他生下儿子就给他起名叫做痛苦 如果一个孩子生在这么贫穷的家里面 生长在这一个这么不好的环境 又被取名叫痛苦 那他一辈子真的很悲哀 一辈子都带着痛苦 从出生开始 就注定了一个黑暗沉重的人生 弟兄姊妹我不晓得 你怎么看你自己 你认为你是谁 你认为你的未来如何 今天弟兄姊妹我在讲 你今天坐在这里 不是坐一个礼拜 不是新一个宗教 从有了耶稣以后 你对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个新的看法 或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新的涂花 简单的说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成功的人 一种人是失败的人 当然人不能够那么简单的划分 但是什么人是成功的人呢 什么人是失败的人呢 那为什么成功 为什么失败呢 圣经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 你对自己的看法 会决定你的未来 你的命运 这节圣经我们都明白 你要好好的运用 因为他的心怎么样的失量 他为人就是怎么样 你怎么想你自己 你就会变成你想的那个样子 所以你知道吗 什么叫躺平族 躺平族就是对未来没有希望的人 所以一个躺平族 他的人生的结果就只有一个什么 躺平 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化成躺平的样子 所以他人生的结果一定是躺平 有一期商业周刊 他说创业57年没有一年亏损 世界第九大富豪李嘉诚先生 当然这篇文章是在介绍报导李嘉诚 57年创业没有亏损 真的了不起啊从一个角度里 那么这个文章里面讲到 那这个人的背景是怎么样呢 他说 十四岁经历家道中弱 少年失血贫无利罪之处 漂流异乡父亲懒肺病而死 十四岁的他 独自面对父亲的死亡和埋葬 而在这个看来最黑暗最不好的一年 却成了文章接下去所说的 他日后领袖格局的养成 就在这一年的区别当中 弟兄姊妹我讲引述这篇文章 是要表明告诉你 弟兄姊妹 不是环境决定你的未来 不是遭遇决定你的命运 是你对自己的看法 会决定你的未来你的命运 其实圣经太多这样的例子了 约瑟被卖为奴下奸为囚 日子是越来越难熬 越来越难过 但是他相信神给他的梦 星星月亮都要向他下拜 所以在约瑟里面 不管他在波提巴家里 不管他在街里面 他从来没有一天 他会认为会以为 他永远是个奴隶囚犯 我再讲一遍 因为约瑟相信他的未来 相信神给他的梦 所以他从来没有一天 他从来不相信 他会永远是奴隶囚犯 他相信有一天 星星月亮会向他下拜 他就是这样的相信 这样的看自己 请注意听好了我下面要讲的 因着他这样看自己 所以他不会摆烂 他不会放弃 他不会放弃 他非常的努力工作学习 我可以想象 他每一天 一边扫厕所 一边背英文单词 boy 扫一些 father mother f-a-t-h-e-r 对一些 mother m-o-t-h-e-r sunday s-u-n-d-a-y 每一天他都在背英文单词 你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后来他的埃及文讲得非常好 昨天我在学生那边讲 为什么他们不读英文 你知道孩子为什么不读英文 因为对自己未来没有期待 因为他不相信有一天他会用英文来演讲 他不相信有一天他要用英文来主持国际会议 所以他认为英文对他没有用 所以他不会学英文 而约瑟不 约瑟说不 有一天星星月亮会向我下拜 所以我一定要融入埃及的社会 我一定要努力工作 我一定要积极的向上 因为我不会永远是奴隶 一个觉得自己是奴隶的人 他不会要学英文的 所以他努力积极向上 他绝不躺平 他绝不摆烂 他也从不悲情 从不苦毒 请问约瑟要埋怨有没有得埋怨的 他可以从早怨到晚上 他第一个可以怨上帝 上帝啊 哪一门的上帝 你怎么这样的对我 我做了什么事情 他可以怨他哥哥 怨他爸爸 怨每一个冒面从早上怨到晚上 但是约瑟从来不 他不摆烂 他也不悲情 他不苦毒 不但如此 他还不断的更是把他一切优秀的素质 展现出来 我觉得太美了 看到约瑟 在这样的悲情的悲惨 在户面的环境里面 所有一切都对不起他的环境里面 但是他却没有放弃 他没有挫败 他不断的指手上帝 相信上帝在他里面的梦想 而把他在每一个环境里面 都把他里面最优秀的素质呈现出来 所以你知道吗 40年前 当我进台北那样说真的 我跟师母是不合格的 因为我们两个在这个行业里面 条件不好 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条件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两个没有神学院毕业 我们没有文凭 换句话就是说我们没有文凭 还好碰到了一个公司 不需要文凭的就可以进去 所以我们就恰巧就可以进去 那一年如果我去应征长老会的牧师 早就没有了 因为长老会一定要有文凭 不过今天他们很后悔 当年没有录取我 我是开玩笑的 我是开玩笑的 那我只是要讲 在这个行业我的条件并不好 我的背景并不好 但是我在这里面 呈现了我一切优良的素质 所以周牧师说 礼拜天晚上有谁要来值班 我跟师母两个 我愿意 每天七点成岛 我跟师母绝不敢迟到 因为他们每一个都很厉害 我们成岛他们一来七点钟 打开圣经就开始祷告 我们的都是导读的 从第一节就开始导 你知道他们导导导 导到我这边的时候 他们都导完了我还有什么好导的 所以你知道我跟师母多紧张 我们一定要找到看圣经多看 看看有没有亮光 有没有亮一点亮一点 因为他们都很厉害 只有我们两个叫菜鸟 所以经过几年磨下来 周牧师说 嗯 如此可教 这个孩子还不错 所以周牧师每一次 叫我做什么 我从来没有说不 永远呈现我里面最好的数字 所以你知道吗 他就是不断地高升高升 他就成了管家 他就成了老头 最后他就做了宰相 就跟我一样 从小传道开始 我做什么 我社青 我到时候带领社青 做牧师做传道人 什么做传道人 就是做打工的 他们要结婚 我给他们铺地毯 对吧 铺完地毯 因为蜡烛都会低下来 我铲那个蜡烛低在那边的 这叫做传道开始 但是我呈现一切的素质 所以我一天一天的高升 一天只要有一天 成了今天夏凯纳 林良堂主任的牧师 所以弟兄姊妹 亚比斯的改变 就是从他决定改变 对自己的看法开始 今天你要改变 九岁你要改变 你为什么不封圣经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觉得你不会服侍神 你用不着那么多圣经 如果你希望上帝在你身上有用 你可以用神的话说 你就会去封圣经 你知道吗 罗马书刚刚师母看过 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去上 但是为什么有人上了罗马书 因为你觉得 我不想 如果你对神的国有企图心 你对你在神的国里面 有位分的有企图有期待 有梦想 你就会努力 是不是 所有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你要靠着上帝的恩典 为你画一幅新的图画 你的图画是什么 你就会往那里去 亚比斯的改变就是 从对自己的看法改变开始 他为了自己画了一幅 比他重地凶更尊贵 所以今天天文姊妹今天晚上回去 下午还是放你假 去吃个饭 没关系去逛 但是晚上早点回家 跪在床前跟神祷告 主啊 我到底是什么了 我是什么样 我的人生是什么 就是这样吗 我是怎么看自己 我的未来呢 我的图画是什么吗 我现在是要做什么吗 你要为自己画一幅新的尊贵的画像 我可以告诉你 圣经里面一个最简单的 对我来要画尊贵的画像太简单了 因为从圣经里面 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我可以保证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只要有耶稣 你的人生 你的未来 你的图画一定是丰盛的 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画贫穷的图画 没有一个人要画失败的图画 有了耶稣 你的未来一定是丰盛 你不可能不丰盛 你不丰盛 上帝都要把丰盛给你 所以有了耶稣 今天你来这里做礼拜 你坐在这边 你的目标就是越来越丰盛 而且会一定会丰盛 所以你会把你一切最好的素质呈现出来 亚比斯决定 不把自己的命运交在过去 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的手中 他说不 上帝创造我 在我身上有无限的可能 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要宣告 耶稣在我身上 有耶稣在我身上 我有无限的可能 因为有耶稣 所以我的未来我的人生有 无限的可能 所以他决定向命运挑战 决定超越环境 和人给他的一些的捆绑 所以约尔牧师说 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 上帝是照祂的形象造你 神给了你最尊贵的形象 你有无限的可能 如果你现在对自己的看法 跟这个是相反的 你回去一定要好好祷告 一定有问题 不可能的 因为耶稣来就是要恢复你的尊贵 你整本圣经你从头看到我 有了耶稣以后 祂就是要恢复你的尊贵 祂就是要恢复你的圣洁尊贵 荣耀全能得胜 耶稣对你身上有多么大的期待 祂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 所以你在神的眼中 你有多大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了耶稣以后 你还不是这个 你一定要想说主啊我哪里出了错误 我哪里有问题 一定我一定信错了 我一定信的不对 我一定有哪里不对了 不可能的 亚比斯原来是一个绝望的孩子 但是他有了上帝后 就完全的转变 他从上帝那里看到了盼望 从上帝那里看到了未来 他从神的眼光来看他自己 他说不 我不是叫痛苦 他的人生就开始改变了 弟兄姊妹你要学习 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 你是造神的形象 按祂的样式造的 你有一切的可能 爱迪生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上学才三个月 就读不下去了 没有老师能够教他 说他是有问题的孩子 可是有一个人不接受 就是他的妈妈 妈妈说不 我的孩子是好孩子 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 他说你们不能教我自己来教 后来这个妈妈真的很辛苦的 教爱迪生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忽然有一天 这个孩子突然改变了 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天才爱迪生 在上周上面也有一篇文章报道了一个人 叫上亿佣金房地产天后巴巴拉 那巴巴拉十岁的时候 就发现有阅读障碍 所以老师呢 就说你永远是一个笨蛋 但是他的妈妈对他说 千万别担心 你有一级棒的想象力 家中有你就有欢乐 你可以填补一切空白 祝福我们每一位母亲 都有神给你这样的智慧 说智慧的言语 这个妈妈说的好不好 太好了 盼望每一个妈妈 为你的孩子发智慧言语的预言 这就鼓励了他开始忽视眼前的限制 找出了自己的优点 把重心放在思考未来 所以他说我的阅读还是很慢 但是我懂得判断情势 而且想出新的行销点子 就成了后来的行销天后 神在我们里面有无限的可能 没有不可能的 你要从神的形象来看自己 问题儿童可以变成天才 阅读障碍的孩子 可以变成销售天后 心里密度有一篇故事叫做 我发现生命的美好 有一个故事说到15世纪 有一块高五米 纵约六顿的大理石 被交在一个雕刻家的手中 但是因为这块大理石 质地坚硬又薄 很难有发挥的空间 所以这块原石被辗转交给了 好多个不同的这个雕刻家手中 但是没有想到这块的石头 不但被雕刻出来 还被破坏凿坏了几个大洞 所以让这一块本来品质就不好的原石 大理石在创作上变得了更加的困难 最后呢 这块大理石就像一个烫手山鱼一样 没有一个雕刻家愿意来接受 就这样被封城了四十年之久 直到有一天被交在一位年轻的雕刻家手中 那么这位雕刻 年轻的雕刻家花了三年的时间 将这个雕刻家们眼中看为的烫手山鱼 雕刻成举世文明的大卫像 而这个大卫像 雕像 每一年吸引上百万人到意大利的美术学院 去欣赏这个原作 而我正好也去看过这个大卫像 实在雕得太美了 每一个线条每一个轮廓这个图画 你没有 你现场看真的好美 我真的很佩服这些艺术家 一块石头可以弄 难怪它可以成为世界的最杰出的 一件艺术品 可谁想过 这件举世文明的艺术杰作 竟然是从被人废弃几十年的石头中诞生的 我想我们都猜到了 这位年轻的雕刻家是谁啊 这是米开朗基罗 米开朗基罗 当人问米开朗基罗说 你雕刻这个大卫雕像的秘诀是什么的时候 有什么秘诀你可以把这个像雕像吗 你猜米开朗基罗说什么 说得太好了 他说大卫本来就在这块大理石头之内 我只是将不属于大卫的石块找掉罢了 弟兄姊妹 米开朗基罗说得太好了 大卫本来就在这块石头的里面 而今天神在你身上所要做的 就是把不属于大卫的石块找掉 把你里面的大卫显出来 所以你听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生有这么多遭遇的原因 我在讲 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生有这么多遭遇的原因 因为上帝正在把你身上不属于大卫的石块找掉 好让你里面的大卫能够显出来 而可惜 有人是一个公司又换一个公司 一个小组换一个小组 一个教会又换一个教会 没有人能够找掉他的石头 难怪很多年之后 他还是一块石头 我想你们不会想 不会以为 牧师从进台北灵良堂之后 就从来没有想要离开过 台北灵良堂 弟兄姊妹 没有地方满是满你意的地方 都满你意的 我想你们也不会以为 牧师师母来士林以后 就从来没有想要离开 你知道有一次师母哭着打电话给周牧师说 我们想回台北灵良堂 你们差点就没有刘牧师了 但是感谢神 虽然每一锤 每一斧 每一打掉的一块石头 都很痛 但四十年来我都没有离开 所以我里面的那个大胃像 越来越显出来 那个轮廓 那个线条 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细腻 越来越美丽 弟兄姊妹 上帝正在 找掉你身上错误不对的石头 上帝看你是刚强勇敢的 上帝说你是大能的勇士 上帝看你是成功得胜的 约瑟的梦想在你的里面 大卫那个甩十指的鸡旋在你的手中 你不会是一颗被废弃的石头 容许或许你被错待了很多年 或许你容许被人家丢在垃圾堆里面 丢了很多年 但是上帝不会错待你 祂不会浪费你的人生 你不会是一颗 永远是一颗被废弃的石头 今天不管你怎么看自己 或是别人如何的评价你 今天上帝要来鼓励你 上帝早已看到你里面的大卫 上帝早已看出你里面的美跟价值 所以今天你要决定 不要让环境来打败你 不要让过去打败你 不要让遭遇拦住你限制你 圣经里充满了这样的故事 大卫从小父母就不看重他 哥哥都比他优秀强多了 每一个都前途无量 可是爸爸说大卫一无是处 他去看几只羊吧 大卫真的很可怜 这个爸爸也许也真的太过分了 差点就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君王 布永康十岁的时候 很信奋的告诉他当牧师的爸爸 布永康的爸爸是牧师 他说我梦见的神对我说 我要成为一个布道家 将来要传道给很多人听 你听这个爸爸说什么 这个爸爸说你哥哥才是我的继承人 因为他的功课好数学好 今天布永康已经代理了千万人信耶稣 然后布永康他说什么 数学从来没有救一个人的灵魂 所以弟兄姊妹 或许我们的出生 我们都是亚比斯 我们可能都是亚比斯 我们可能都像大卫 被错待被放在脚肉被忽略 但是感谢主 上帝不会错过你的 人会错待你 上帝不会看错你错待你 上帝在旷野已经看到一个 牧羊的小男生在那里 或许大卫从来不知道有人看见他 因为从来就没有人看他 他或许在那个乡间的小木头 坐在那边一个人在弹琴 他很孤单 很寂寞 他也觉得很无助 但是上帝已经看到他 弟兄姊妹或许你也觉得 从来没有人看见你 或许连你来教会都坐在那个角落 坐在那个我指的就是你 你每一次都坐在那边 因为一三会你就要赶快跑 我知道有人喜欢坐在那边 因为一三会就要赶快跑 今天我会堵在那个面 就是在那边等你 或许在办公室里面 从来你都是不被注意的 但是上帝已经看见了你 上帝已经看到 他里面有一个君王的潜能 有一个君王的尊贵在他里面 虽然能看他是一个小木头 但上帝已经看到他里面的君王 弟兄姊妹 因为神就是这样的看你看我 让今天回去自己 靠着上帝用圣经的画 为自己画一幅尊贵的图画 让大卫 你里面的大卫能够显出来 这是第一点 我们所看尊贵的新画像 第二个我们看到 求告以色列的神 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 到底亚 亚比斯做了什么呢 使他突破他人生的困境 我可以告诉你 他所做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他动用了神跟人类 最大的资源就是 祷告求告以色列的神 你们这边听好了 我想你不会以为亚比斯 天天就躲在家里面祷告 从来不去应征工作 不去打工 不去读英文 不去上学 不是 祷告了之后 你就开始里面有许多 接着下来发生的事 我在讲 祷告最大的功夫就是 祷告之后 你后面就开始发生很多的事情 你也相信 你不以为牧师天天 只有在这里祷告吗 牧师有很多的智慧 有很多的策略 有很多的谋略 有很多的经营 有很多的治理 有很多的学习 那是因为 从我的祷告里面出来 亚比斯动用了神给人类 最大的资源 亚比斯的祷告极其令人感动 真的我看到亚比斯 我真的很感动 他面对自己生命的困境 却不气馁 你知道要放弃是最简单的 是不是 要躺平是最简单的 可是亚比斯拒绝躺平 他拒绝环境感的限制 他拒绝遭遇在他身上的压力 他不气馁 他把自己生命的悲情 已经完全交在上帝的手中 然后他求上帝赐福他 求上帝与他同在 赐给他力量 除去他生命中的障碍 今天有人 你要学习亚比斯的祷告 求上帝赐福你 与你同在给你力量 能够除去你生命中的障碍 当我们面对这个人生 也让我们充满了斗志跟勇气 敢在神的面前求大事 就像牧师说 虽然当时来到士林 真的义无所有只有两千块 但是牧师想的是 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 祷告改变事情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得胜的秘诀 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 弟兄姊妹你求告以色列的神吗 我再讲 基督徒 你跟所有的人区别 最大的区别就在 你求告以色列的神 你跟你办公室 每一个同事里面分别出来的 就是你求告以色列的神 他们没有得求告以色列的神 你可以求告以色列的神 你分别出来的 就在你求告以色列的神 就会在求告以色列的神 会把你从你的办公室里 其他的人分别出来 你求告以色列的神 会把你从你的家族里面分别出来 亚比斯可能很多的兄弟 就是因为他的求告以色列的神 把他从众弟兄里面分别出来 一样我在讲 求告以色列的神 是要成为你生命中的最大的特征 基督徒啊 你唯一的特点 你唯一的分别 唯一的特色就是 求告以色列的神 那什么叫做求告 求告当然 你有一切的需要都可以告诉神 把你所需要的 把你面对的问题困难告诉神 喔耶 当然喔 是这样 但是 今天更重要的 请注意下面要注意听 很多人把祷告搞错了 更重要的是 你求告神 你的眼睛就会看神 一直向着神 神就会把他的荣耀映陷在你身上 请注意 祷告不是一直看着你的困难的问题 有吗 很多人祷告一直看着我叫老公主啊 她好坏都不回来她的一步 你祷告你的眼睛一直看着你老公 还是一直看着你的上帝 你一直为着你的孩子 她好困好悲逆的孩子 你的眼睛一直看着你的孩子 还是看着上帝 你错了 祷告不是一直看着你的困难 不是一直看着你的环境 祷告是要看着神 亚比斯如果一直看着他的痛苦痛苦 他不会翻身的 他所有的盼望所有的翻身是因着上帝 你所有的改变是从上帝来的 这才叫做祷告 你眼睛看神 一直向着神 神就会把他的荣耀映陷在你身上 祷告有一个特别的功用 就是你会越来越有神的心 越来越像上帝 所以你知道吗 这就是所有祷告改变最大的能力 就是把你转变到神的身上 从此就你会越来越少 祷告的意思就是你越来越少 神越来越多 这叫做祷告 如果祷告完了是你越来越大 那你一定捣错了 祷告只有一个就是你越来越少 上帝越来越多 祷告不只是求什么 求什么其实 祷告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想法 说法 看法 做法 行动 越来越像上帝 你越来越跟神对齐 这叫祷告 而当你这样的时候 请注意 接着下去 上帝就开始能够在你身上 做最大的事 而当上帝做事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了 这就是祷告最大的能力的所在 是吧 约瑟 我相信 约瑟在监狱扫厕所 他一定是一边扫厕所一边祷告 我很肯定 而且不但这样子 我也相信约瑟大声的用方言祷告 牧师你的想象力太大 我是有道理的 因为太苦了 所以约瑟一定是 除了祷告他很顺 他一定大声的祷告 但是因为太久了对不对 所以该祷告的池都祷告完了 对不对 你有没有经验 所有的祷告池都祷告 祷告完了 再下来那只好用什么祷告 对了就放 所以我很肯定 约瑟又那么苦 又祷告又这么久了 所以他一定是大声放眼祷告 而就在他祷告的时候 他看到了神在他身上的计划 他祷告看到了神在他身上的计划 他看到的不是扫厕所的约瑟 而是星星向他下拜的约瑟 太好了 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祷告 祷告 祷告你就会开始看见上帝的计划 弟兄姊妹这叫祷告 就是看见神在你身上的使命呼召 和运行在你里面的大能大力 希望你能够记得 所以保罗才能大胆的说 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请问谁敢讲我凡事都能做 哪个人有这样的 保罗不是头脑有问题 他怎么敢讲这样的话 什么叫做凡事都能做 他凭什么凡事都能做 他怎么敢讲这样的话 只有一种能敢讲这样的话 就是在祷告中看见上帝的人 才敢讲这样的话 你说的是不是 所以这个祷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从此天上的资源 天上的能力丰富 成为了保罗的资源能力丰富 难怪他敢讲说我凡事都能做 弟兄姊妹我花了那么大的力量 吼了那么用力 希望你听懂了什么叫做祷告吗 我感谢主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有把祷告讲得这么清楚过 我希望你能够抓到 所以你要回去祷告 为什么亚比斯求告耶和华 求告以色列的神 他人生就改变了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这个祷告 不是祷告是念念有词 阿拉丁的神灯念个咒语 发生的事不是 而是祷告里面 你的生命里面转向神 而把天带到地上来 你就会开始改变了 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 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越用神的话 祷告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有 你的思想 就会越来越接近圣经的思想 你就会越来越进入圣经的那个计划的 神对你的计划里面 所以听好来 姐妹最后我要结束了 所以姐妹们 你要用圣经的画 可以开始为你画图画 姐妹们你要告诉自己 我叫丁幸福 我叫张美满 我叫李喜乐 今天早上我不晓得你灵修读圣经了没有 今天的圣经说 他纳地要欢喜快乐 感谢歌唱的声音 我早上读到我就说主啊 谢谢你 我为夏凯纳林两档画的图画 为我家庭画的图画 为我自己画的图画就是 欢喜快乐 有感谢歌唱的声音 好吗 求主自己祝福 今天回去祷告 主啊 我就是这样 我的家 这是你的话 这是你的圣经 所以我的家 要充满了欢喜快乐 要感谢歌唱的声音 所以弟兄姊妹 你的名字从今天要改了 叫做王歌唱 有人唱 有人唱不了歌 唱不出歌来 所以主从今天开始 我要唱歌 我里面要涌出歌来 我里面要唱欢喜快乐 感谢歌唱的声音 要充满在我的生命 我的家庭 我的公司的里面 你要为自己画个图画 你要为自己画个图画 我叫做才德的女子 你要为自己画个图画说 我是想到日后的景况就 喜笑 特别是姐妹 因为这是真言三十一章 为你画的图画 从今天起 每一个姐妹 你要这样画图画 不要画你老了会很可怜 会很孤老 会在那边没有人照顾 会烂死在床上 不会 你要想到日后的景况就 喜笑 你要告诉自己 我的图画就是 我的丈夫一生依靠我 有益而无损 你就是那个 让丈夫有益无损 那个最宝贵的妻子 而弟兄 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要一直看着神 你的名字就会改变 叫做卓越 你从来不敢讲你卓越 是不是 你看着神你就会卓越 因为不是你卓越 谁卓越 上帝卓越 所以你有了上帝 你就会是卓越的 弟兄你是卓越的 弟兄你是卓越的 明天到办公室 进去走路要这样 我是卓越的 有人进办公室 每一天都是这样 好可怜 最好不要看到老板 他会骂我 不要这样 上帝会祝福你 会改变你 你会显出你里面 一切最好的数字 因为你的神是卓越的 所以你求告以色列的神 看着祂 祂就会 你就会卓越 映现祂的卓越 你要跟祂得祷告 你的名字叫做创意 叫生产 叫多产 因为圣经说你要生养众多 你的知子要探出墙外 愿上帝帮助我们 我最后 所以弟兄姊妹 是 亚比斯 他一开始就决定 他的人生不是痛苦 所以他为自己画了一幅新的图画 所以他就开始有了这个祷告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 先听过来 亚比斯第一 他决定他人生不是痛苦 所以今天你要回去决定 我的人生不是我过去的人生 不是我的环境给我的 不是我的父母给我 也是不是我过去什么 你要用上帝来画新的图画 他就开始有了这个尊贵的祷告 因为他知道唯一能够改变他命运的就是神 祷告就是他人生最大的支援 所以弟兄姊妹 唯一能够改变你人生 唯一能够改变你未来的就是上帝 祷告是你人生最大的支援 而亚比斯这样开始祷告 他的自我形象就越来越像 上帝创造他的样子 他里面的大胃就开始越来越显出来 他就开始从谷底开始上升 上升上升 而他这样祷告了一辈子 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结果就是 他比众弟兄更尊贵 盼盼弟兄姊妹 今天花点时间回去跪在神的面前 为自己画一幅新的图画 告诉主啊 我叫做创意 我叫做歌唱 我叫做才德的女子 我叫做多产 上帝重新画了 求告一万 好 我们站起来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最后一段的时间 把你的心灵转向上帝 用你的灵 刚才你用脑子听 你脑子同意了 你的灵呢 你的灵若不同意 不到你的灵里面 对你没有太大的帮助 透过诗歌 转进你的灵里面 线上的弟兄姊妹 你更要开口祷告 开口唱诗歌 把诗歌唱进你的灵里面 不要让这篇信息成为一篇知识道理 你白做了这个礼拜 让今天的信息超过诗歌圣灵 灌注在你的灵里面 从头再次来圣愿 圣愿上帝啊 要我也自己画一幅蒙福的图画 你是有福的 不是因为你很好 因为上帝要祝福你 因为上帝要赐福你 不是我们很棒 亚比斯不是因为他有什么 是因为上帝命定上帝 要在他身上有作为 你是蒙福的 撒旦说你是不是 撒旦说你很糟糕 你很卑贱 上帝说不 你是我的孩子 你是好孩子 我爱你 我要赐福你 我要赐福你 我定义要赐福你 祝福你 付对比赐福 不早灌难不守节目 不守节目 接下去 扩张我们 弟兄姊妹打开心来 上帝啊扩张我 让我不再摆平 让我决定我人生不再摆烂 我绝对不会是这样 我不是那一块烂石头 我不会是在垃圾堆的那一块 还是没有用的石头 扩张 扩张我们的几天 求你与我们祈求 扩张我们的几天 主啊求你与我们 我们同神开口来祷告 每一个人都开口来祷告 跟神祷告 愿上帝是恩在我们的当中 对我指名开口来祷告 帮你听到的一句话 领受的话祷告出来 跟上帝说我在这里 我愿意上帝要改变我 或许我们当中 有人一向雅比斯一样 或许在你生命的里面 有很多的被错待 但是上帝要使你得尊贵 上帝要改变你 跟神呼喊 把雅比斯过去痛苦的心向拿去 用圣经的话 你必要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信耶稣一个保证 就是丰盛 你今天一定要抓住 有了耶稣一个保证 就是丰盛的生命 耶稣 呼求神改变我 建造我的生命 为你自己创造新的名字 旧永的都过去 上帝要为你创造新的 谢谢我们的主 恩待我们 在耶稣里面 阿们 好不好 跟神说主 让我在任何环境里面 我都要嫌出我里面最好的树子来 可能能错待你 能错待约瑟 约瑟没有在那里摆烂 没有在那里抱怨 亚比斯没有怨 他的环境不好 他把他最好的生命的数字呈现出来 跟神说主啊 明天让我进办公室 让我不要做那个小媳妇 那个受害者的 不要一直扮演那个受害者 把你最好的数字呈现出来 有一天 你的上司会看到你最好的数字 波阿斯看见了 波提法看到了 约瑟的最好的数字 那个监狱长看见了 约瑟里面最好的数字 法老看见了约瑟心中 那个最好的数字 上帝也看见了 丢子妹向神祷告 让我无论在哪里 我在小组 我在家庭 我要呈现我里面最好的数字 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耶稣好帮助我们 主耶稣每一个都在你面前 主啊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向神祷告 主耶稣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 不要把那个卑劣表现出来 撒旦才有卑劣 撒旦里面才有悲情 撒旦里面才有埋怨 才有绝望 那些负面消极绝望的话 都是一个没有图画的人 没有未来的人才会埋怨 失败的人才会埋怨 才会抱怨 才会觉得自己受害 一个有上帝的人从来不受害 上帝可以化咒诅为祝福 把你最好的数字呈现出来 就算能错待你 可以呈现你最好的数字 这才叫做基督徒 这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好不好最后一个祷告 太重要了 你里面都有大位 今天你要告诉神说 主我里面一定有大位 可能你自己看不见 别人也看不见 但是你一定有 所以你要容许上帝 把你不是大位的石头 能够找掉 你愿意吗 很多人你不愿意 你就永远是会一块石头 今天离开之前 你愿意跟神说 主我 我愿意 虽然每一个福 每一锤可能都很痛 但是只有这样 大位那个位美丽的像 才能够显出来 三年被雕刻 但是几百年呈现了 最美丽的大位 你愿意吗 可能神需要三年的功夫 在你身上 换来你三十年 最美丽的大位 最强壮的大位 最荣耀的大位 要显出来 你愿意吗 最后我们同胜 同胜开口一起来祷告 Hallelujah Oh 主耶稣 我们在一起的都在祢的面前 我们向祢来祷告 愿上帝祝福在我们的当中 愿上帝祢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 愿上帝在我们的里面 我感谢 我赞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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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的雕刻 换来了几百年 每年百万人的赞扬 上帝要这样工作在你身上 你愿意让上帝来做吗 让上帝的那一个锤子下去 把那个不是大位的石头 推掉 你的大位的那个轮廓 你大位的那条线条 你那个的轮廓 那个线条才会出来 才会清晰 才会美丽 让上帝来工作吧 上帝我愿意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环境 我都会呈现我里面 最好的素质 谢谢我的主 天父我们把我们自己 交托在上帝你的手中 听我们的祷告 让你继续的引导我们 把亚比斯的咒诅 从我们里面拿去 带下亚比斯的祷告 在我们的身上 谢谢我们的主 翻转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到哪里 我们走到哪里 我们把最好 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最美好 能够彰显出来 祝福在我们的当中 但愿我主耶稣 居住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一起说 阿们 来 手荣耀给给我们祝福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 也邀请您一起参加 实体或线上的聚会 聚会的时间 地点 请上夏凯纳灵良堂官网查询 夏凯纳灵良堂 祝您平安喜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